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部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一下对华鹰派的德国外长 就是贝尔伯克 贝尔伯克居然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小友地欢迎一个中国的倡议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中国最高级外交官王毅先生 日前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预告 将为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推出一个和平倡议 中国政府将在不久的将来提出这个建议 目的就是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冲突 王毅也说 施压或者单方面制裁 只会息得其反 会导致无穷无尽的困难 大家必须吸和平一个机会 想不到德国六党籍的外长贝尔伯克 居然在这个安全会议中间的一个记者会 就向记者说 对于王毅预告的和平倡议表示欢迎 他也说 如果中国看到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们就很担心 俄罗斯会听 贝尔伯克同时也排除任何 叫乌克兰放弃领土的可能性 领土是哪个 我们经常说 是不是罗法克里面 没人说 他没有说明 他没有说明 这次他也很担心 他也很担心 其实之前 贝尔伯克曾经 对中国 提出无数次批评 这个连法德媒体觉得 终于 说欢迎 很少 也觉得很稀奇 是不是转死性 与此同时 一些西方的政治人物 公开表示支持 在欧洲 迅速扩大军备的生产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因也说 对于乌克兰的生存 至关重要是什么 就是军备的供应 需要等待 多久才可以接受 几个月 几年 当然 这么长的时间 冯德来因当然觉得 不可以接受 我们看到 冯德来因也是基民盟 就说 跟马克兰同一个政党 就说 同大流行 当中的 制约业类似 其实他也希望 因为之前这些疫苗 和其他的东西 都是 有和 和非官方的机构合作 他也认为 应该 和 军备公司进行 非官僚合作 当然 王毅也说了很多 王毅 在 务尼克会议上 亦是一些空隙的时间 亦会误了 德国总理索尔茨 原来他也有见贝尔伯克 中国就希望和德国的关系 注入新动力就好了 他说 这么糟糕 我又想起老赵 又做了灯神 他不是说 老赵也挺欣赏贝尔伯克的 觉得他很硬 那又灯了 扩大 和德国合作 对大家都是好事 我们看看 新华社也说 王毅 在会误社民党的 这个总理索尔茨的时候就说 中国准备全面恢复 和德国还有欧洲各国领域的交流 德方 最初 是没有 对这次会误有评论的 王毅 当然你评不评论他也说自己要说的 他就说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中国的目的 是扩大 互利合作 增进 互相了解 他在 布尼克也见了 这位对华英派的外长 六党籍的贝尔伯克 他就说中国已经是摆脱了大流行的影响 经济现在是强劲地复苏 而且刚刚看到的消息 反正不知道欧洲哪几个国家 也都说 是取消了这个对中国旅客的 叫做新冠措施 我们都说过那次 但是他们已经错失了很多 中国旅客出游的 农历新年假期 农历新年假期 但马上这个观点真的很少人说 你是人家最想出游 当然有些人就不一定出游 但是或多或少新年也有人出去玩吧 一定有 有些人他有签证 但是 因为大流行没有去 我认识几个盟友 因为他有这里的PR 有这个身份 他们的父母 有长期的探亲签证 当然了 西方有些国家就搞这个 防疫措施 针对中国旅客的防疫措施 现在是什么要去开放 当时那些人说 你中国肯定会 像印度那样的 有什么新变种 有没有 现在开放了一个多月 两个月三个月 有没有 好烦的也好烦 是吗 所以都是做了一场措施 对呀 你是不是坐在新年 的春节假期那里 有大量中国旅客 可能到的机会 是吗 是吗 下一个就是 五一黄金周 五一黄金周 不如五一黄金周 怎样他都放了 相信就是这样 王毅还和德国的 其他的政治人物 对于 澳战争交换了意见 两个国家 亦都共同 是承担维护世界和平 以及 应对全球挑战的责任 王毅亦都说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那边 中国会致力于和平谈判 中国在 暮雷克会议上面 亦都宣布推出 和平倡议 很多德国媒体就说 很惊讶 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和平 个个都想 其实有什么这么惊讶 当然 德媒说 不是 你中国不是 付赐 俄罗斯吗 有没有证据 付赐 这个 连白银斯都说没有 这个 这个美国的 那些情报机构 都说没有 找不到 找不到 另一方面 当然 亦都对西方的政策提出批评 西方也对中国提出很多批评 包括这位佩尔伯克 王毅就说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不应该通过压力或者单方的制裁来解决 这个只会导致无穷无尽的困难 小弟就是其中一个受到无穷无穷困难的人 因为 这个通胀 搞到大家都觉得一样 当然 虽然 有这个无穷战争 但是 中国和德国都是 靠近了一点 这个都是 出乎我意料真心说 出乎我意料 因为 本来应该 一般的中间关系 突然之间 居然又有得 对话 不是好像某些人这样说 脱眼钩 又好像不是 是吧 你很难说的 其实大家都计过这条数 是吧 贝尔伯克 对中国就好像是 比较 态度远了一点点 但是对俄罗斯就不会了 贝尔伯克又是在 莫尼克安全会议上 发言的时候就说 普京总统 必须是360度 大转变 才可以确保 乌克兰的安全 但是他一这样说 前总统梅德韦杰夫 就说 虽然贝尔伯克的 语言 无知而且搞笑 但是 俄罗斯的确实 会 好像这位 几何 学大师那样坚定立场 是 维持不变的 其实他说错了什么 几何学 他说360度 360度就是 转载圈 转到原点 应该是180度转弯 哦 他说360度 所以 梅德韦杰夫 都是挺有常识的 其实这个也挺有常识的 这个也挺有趣的 是吧 你360度 你转了一圈 就等于去到原地 所以 梅德韦杰夫就说 好惨好惨 是几何学大师 叫我们 维持不变 是吧 难怪 之前就说 他的学历各方面 有些 问题 会不会 比较流 说真的 贝尔伯克 当然 亦都是 除了见了 王毅 之外 亦都有见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也有见王毅 也有 亦都见了 方包丝人 乌克兰外长 傅列巴 原来他们 共同参加一个 叫做乌克兰愿景的小组 讨论会议 就想着回遥 他这个乌克兰未来状态 在会议当中 三个人都说 俄罗斯必须无条件撤出乌克兰 包括 贝尔伯克 是说 连克里米亚都要还 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富 富列巴 就是俄罗斯的 乌克兰的外长 不是俄罗斯外长 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 乌克兰外长 富列巴 没错 乌克兰取得胜利 的长期 愿景 不单只是俄罗斯撤兵 更加要求 俄罗斯造成的所有损害 都要 求偿到底 就是要赔钱 也要追究 发起 战士的人责任 就是追究 普京的责任 最重要 要改变俄罗斯 普京政权在这里 我们就改变不了 这句话就是 要普京下台 几样东西都很难 赔上有机会追到 但是你说叫他下台 就相当困难 他就说 普京的四任 才可以令到我们 带来一段 机遇期 就是 他不下台 我们就没有机会 当然 贝尔伯克又 附和他 就说 如果 普京继续执政 乌克兰 是不是有任何 获得长期安全的机会 但是你不要忘记 之前美国 本来 奥斯汀都说 普京可能不可以继续执政 但是 后来拜登就改了口 我们不是想推翻他 是吧 当然 贝尔伯克亦都说 如果他不做出360度的大转变 乌克兰 不会有 获得安全的机会 结果 很多人说 不用360度 720度都可以 因为都是 都是一样 转了两圈 都是原点 所以 都是需要 学一下数学 我想他 其实 又很搞笑 因为我们经常说 180度 大转弯 这个我们讲开 180度 他就比较搞笑 360度 另外 说回王毅 王毅其实也见了很多人 昨天王毅也见了 这个欧盟最高外交官 就是伯雷 王毅也说 其实 中欧是伙伴 不是对手 共识 是软底分歧 这也对 那么多年合作 是不是 一点都不可以调和 我相信不是 我相信不是 当然 博雷也说 欧方一直以成熟坦诚的态度 是推动欧中关系发展 欧盟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个都不用 听到没有 王媒 还有王KOL 听到没有 还有西媒某的记者 听到没有 是 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为什么他说这句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说 要支持 乌克兰领土完整 如果他突然之间说 我们支持台湾特陆 中国可以说 乌克兰需要支持它完整 领土 需要支持它主权 当然 将这个原则落实到 欧中政治关系当中 是最重要的 欧盟就希望 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 推进各领域合作 有利于欧洲和中国 也有利于全世界 欧方愿意和中国 共同筹备下一次 欧中领导人会 之后 对于一些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不是应该脱欧吗 学习那些 KOL说 欧有 听不听到 好像没有 加强联系 加强联系 现在说明 听不听到 他可以说门面说话 薄雷利 这句是天下无敌的 是天下无敌的 是天下无敌的 薄雷利 在讲到澳湖战争的时候 王毅都强调中方坚持 劝和速谈 希望欧方加强沟通 持之以行寻找政治解决途径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 中欧应该加强合作 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差不多了 其实贝尔伯克 虽然是一个对华英派 但他又不是铁板一块 我还记得当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时候 他就不敢说代表德国不去 他说过去人身份不去 因为始终 他可能想不去 但是他背起了整个国家 以及欧盟来说 德国就是最大的大国 所以是要有分寸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